好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即將要期待的金牌戰 終於要來了我們的李洋王麒麟 再稍後等一下要對上的是中國的對手 而在這一場賽事 其實是大家都非常的關注 包括我們現在在現場的很多台灣球迷都聚集了 哈囉 跟大家打招呼 哈囉 你可以看到他們現在手上都非常多道具 像用盤子自己寫的一些台灣 特別用助音寫 還有畫了一個台灣的地圖 那包括蕙琦也到了現場 還有這個台灣的毛巾 就是想要幫誰加油 齊莉加油 李洋加油 還有李洋加油 李洋王麒麟 好 其實在這邊 其實很多台灣人都慢慢聚集 想說要一起進場來幫大家加油 其實很多人也都是專程到這邊來的 哈囉 跟你聊一下 這個這次來這邊準備哪些道具 怎麼特別想說準備這些 就是準備了各種不同的盤子 有注音寫的 有英文寫的 有用畫的 就是用各種方式讓大家看到台灣的創意 那會不會擔心說也上國旗怎麼辦 有一點擔心 對 但是我還有會旗 所以就看到時候囉 就等下進場就給他塗掉就好對不對 對 可能需要 對 但是看到他們這一次這個即將可能機會增加金牌 那心裡的感動 幫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 超級感動的 因為我從東京奧運的時候就關注了 然後這一次也是我一年前就買票 就是賭他們一定會得到金牌 好 謝謝你 那等一下在裡面加油聲也要很大聲 好的 謝謝 謝謝 好 各位大家我們再來幫李洋跟麒麟加油一下好不好 我們一起喊台灣 台灣 台灣 加油 我們一起 1 2 3 台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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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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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在稍後呢 等一下我們的麒麟還有李洋 等一下也會到比賽場館來 希望在電視機前面在台灣的觀眾朋友 也要跟我們一樣熱情的幫我們的李洋跟麒麟加油 以上是我們在法國巴黎掌握的最新情況 時間鏡頭先交回棚內